《封信》 這個項目一波三折 被推翻過三次 我們要做經濟體時間考驗的設計 要做一台在未來的經典車型 這兩個詞聽上去 是矛盾的 跟著直覺走 直覺的美是可以穿過任何屏障和阻礙 直接觸達你的心靈 這台車車頭很低 有強烈的前進感 看到這樣的運動張力 你本能地就想坐進去 駕駛它 有一個車吹心動的狀態 直覺告訴我們 人和機械的交流 不應該僅僅通過一塊屏幕 最直覺最自然的照顧方式 就是通過無連接 這種真實感 也代表了人和車情感上的連接 風阻就是科學 符合風阻最優解的規律 自然界中早就有答案了 我們只是通過科技的手段去翻譯它 整個車的輪廓線 像水一樣 是流動的 有一種外柔內剛的感覺 從自然中吸取引感 這個激光雷達就像一顆鵝卵石 靜靜地放在了中間 它是自然開的 沒有衝突感 和人之間的情感是產生共鳴的 畫圖紙是剛剛開始 最有挑戰的是如何把圖紙落地 架構工藝材料交互人機 幾十個部門上千人的協同 才能把一張紙變成一台試車 科技一直在變 但科學的規律沒變 自然的規律沒變 人的直覺 人的本性沒變 避開流行去做設計 才能夠有時間的持續性 這是我們連接未來的橋樑 也是我們去往未來的方向 小米的第一台車 像是在寫一封情書 再過一百年 小米設計的出發點 肯定還是從人開始 永遠都不會變